大家好,我是Nite学院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学习Rios,并且开发仿锤之网站 今天是我们课程的第八讲 主要会给大家去带领,一起完成我们购物车的一个模型设计 那么购物车呢,在我们整个这个电商平台的业务模型中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单独的给大家去讲解这个购物车的一个模型设计 首先的话去讲解我们的业务模型上的一个模型设计 第一个是有一个订单的列表 订单的一张数据库表 那么它呢,主要是会去存取我们的一个客户订单信息 比如说它里面会有我们的一个客户信息 然后有我们这一个订单的一个总价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送货地址收货信息等等 最后的话还会有一个订单状态 因为主要是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订单的支付 或者是订单的一些退换货 或者是以后续的一些跟踪状态等等 所以说会有一个订单状态 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 因为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是用的MyFaco这样一个关系数据库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会去把这个订单里面的具体的一个商品信息 给单独的提出来 那么就叫OrderItem OrderItem它里面是一个数据存取我们订单中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详情 比如说我们的商品的ID 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单价 商品的数量 那么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张表的话里面会非常的具冗余 那么这个其实那也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极有可能这个商品本身会 它的价格会发生一些变化 或者有一些促销等等 那么它的数量呢 也会是也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跟我们这一次购买行为相关的 所以说会主要会有这两张表 当然的话具体这一个Order它肯定会跟我们的用户这张表进行一个关联 大概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两个模型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话 一个就是这一个集联关系 集联关系最主要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个Order Time其实它是完全依赖于我们的Order的Order Time Order Time它是不会独立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去考虑一个集联删除的一个关系 那么也可以通过Order 那么直接去创建我们的Order Time 嗯 好 那么另外一块是我们的Rails的一个知识主要会给大家去介绍 第一就是说我们模型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 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会去继续的一个强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 Belance Tool 还有我们的Has Many等等这两个 然后另一块的话会是一个集联 就是我们会去把我们的集联关系交回给大家 那么通过Order 我们可以直接去创出Order Time 或者等等其他东西 然后的话会给大家去讲解我们Controller 对于Json的一个支持 这一节课 这个属于这一课的一个延伸的内容 因为购物车的话主要会去通过RJX4的一个 呃 传值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使用过来 那么既然有Json的话 那么会去给大家讲解Vios里面自带的Vios的Json Builder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API 好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课程 还是回到我们的ID Subline 那么这个地方主要会给大家去创建这两个模型 我们一起来创建一下 切换到我们的Gymset Rails即Model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Order Order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我们的Order 首先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客户信息 对吧 RID 它是我们的Integer 然后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总价 Total Price Float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简单的去写一个收货地址吧 Account 然后有一个Phone 最后有一个状态 状态的话我们通常用Street 或者Integer表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Street 表示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确定一下Model 然后UserID 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个外键 那么它会记录到它是对于哪一个客户的 然后的话有一个商品的总价 这个地方注意是Float的 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数 然后Account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不知道Account Adjust Adjust 这地方先会检查了一次 Adjust Adjust 是一个Stream 然后Phone的话也是一个Stream 那么我们可以去加一些教业 然后Status 好 我们要创建好 然后创建好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一次VSG Model Order Item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主要会去按照刚刚的一个信息 第一是去首先是会用我们的一个OrderID 去做一个外键的关联 好 然后的话会是我们的 这个Item 比如说我们上次说过的话 我们这一个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 那我们的耳机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把我们的耳机的ID写出来 Headset Ad Integer 好 商品名称 单价 Price Float 好的 然后商品的数量 简单Count Integer 好 再来确认一下 OrderID是一个订单的一个外键 然后HeadsetID是我们的商品的这一个耳机的一个外键 然后商品名加个Count 好 确认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的话简单的去做一些这个修改吧 Creat Creat Order 好 to the price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去加一个Default Default 是名 Adress 没有 Status 这地方我们出现为1吧 好 然后的话是我们的Creat Order Items 这两个肯定是外键 外键肯定不用为空的 那么这个Price吧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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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0 然后这个Default的话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 这个Default的话 创建一个的话会直接是1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 Zake Migrate OK 然后我们重启一下数据库 嗯 重启一下我们的服务 其实这个地方也就没有必要 使用我们的服务了 我们可以来去简单的去做我们的一个 判断 比如说Order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去做一个集联 还有我们的一个关联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Order OK 有点 有点 Count OK 有的没有 有点点 Create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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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等于 Tony 有点 Password 等于 Tony Tony 等于 有点 有点 封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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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等于 好了我们把这一个去写进去 然后我们把First ID 然后Auto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么它的Status 它的Price 这些都已经有了 直接点Save吧 好了 然后这一个订单本身就创建好了 我们再来去创建一个Aut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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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Auto Auto 然后 Auto 我们去把它的一个最 ADE-SIT ED ADE-SIT Fzet OK OI corazón Save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大家都学过数据库的这一个几连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去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去给大家去做一个试一下吧 o.destroy destroy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它就是只是去插3的一个orders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orderitem.count 还有说明我们这一个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订单删除之后的话 那么订单的这一个详细的话会删除掉 这是第一点 然后我们来去做我们的一个关联 order 然后orderitem 好的 不好意思这个打出来 orderitem 好 嗯 那么对于他的话 首先我们去做一个 belong to belong to order 然后我们这一刻的话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Oi Oi.order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指他一定是直接是他点order是没有用处的 如果我们去把这个order加上去的话 那么他就会帮我们做一个几点 我们再来试一下 Oi.orderitem.first Oi.order 好 这地方他就已经去帮我们做好了一个我们这里的知识的一个关联关系 好我们再来做另一个 这一个是 has many Oi.orderitems 我们再来试一下吧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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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io save save 直接save过来 然后Oi.orderitem.first oi.sav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会已经去把它update过来了 然后Oi.order的话 这一个大家就已经可以看到他已经可以顺利的查出来了 然后对于order本身的话 Oi.reload 大家可以看到Oi.orderitems.count 这个地方就已经找到了 snact.count from where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关联关系就已经去做好了 好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集联关系一定是删除我们的Oi.orderitem的话肯定去肯定是不会去删除我们的Oi.orderitem 订单的这就是对我们购物车的一个操作 然后但是删除这个Oi.order的话会去删除我们的一个Oi.orderitem 我们把这一步给它做掉 然后集联的话是在Oi.order里面 我们再去写好dependent Dependent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集联的一个关系 我们来试一下 试一下 order first 然后再看一下Oi.orderitem.count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删除掉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的失误 begin delete 首先的话会去删除我们的Oi.orderitem 然后再会去删除我们的Oi.order 然后再来 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Oi.orderitem 就count 那么就没有了 这反过来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去演示过 只删除它的话 不会对我们的Oi.order 产生任何的影响 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集联关系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展示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下面的话 再是我们对controller 对Json的支持 还有Jbuilder的支持 这一节课的话是属于这一节课的一个辅助内容 我们简单去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那么 这里放我们来看一下有个controller吧 setcontroller 好 controller的话 这个地方会在我们这里create create的时候的话就会去 如果save成功的话 它是对html的形式的话 就会去返回我们的这一个页面 然后如果是Json的话 那么直接format.json 那么就可以去RenderShow 然后的话 会把我们这些给传过去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Show的这一个 它的对Json的支持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直接去RenderJson 好 然后的话RenderJson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试一下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Json 然后如果是不要我们的这一个的话 就是默认是html OK 这里已经给大家看好了 这是它是同时支持的 然后对于Json的话 支持的话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就可以去直接去同时支持我们的html 还有我们Json 那么其实它还可以直接再扩展 比如说有我们拆 XML等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是怎么做的 对Json的create create 这个地方看一下 views headset ok index 秀 秀 秀就在这里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Json Jbuilder的一个写法 那么就是去这个地方是去add 我们的headset 然后去把我们的所有的ID 这些东西都给打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ID所以打出来 那么比如说我们不需要这一个update跟create 好 再试一下 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这就是使用reels 它对Json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支持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的方便 然后后续还有一些宿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宿主 然后对这个set进行一个更改 我们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ok 这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就已经是 这里 就已经过来了 好 然后的话我们 那么 今天的整个课程的话主要是就是购物车的一个模型设计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因为是关系数据库 所以说是分成了一个购物车 然后购物车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行情 好 那么然后的话讲了一些关联支持 跟我们的集联关系 最后讲了一下这个Json的一个支持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节课呢会接着去完成前端的一个页面 然后让我们整个的一个交互效果做出来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